你 你说你来来不 还拿这么多东西干啥呀 我东西不来 我来一趟我还能空着手啊 我给你倒给你 别别别 老姐姐 来来来 你给我吧 你给我吧 快快快 你快坐下吧 坐下 坐下 你小时候啊 我管你叫姐 后来呢 你嫁给老高大哥来 我管你叫嫂子 是吧 是 姐啊 我今天来啊 就为了一件事呢 啥事 那求老五啊 看上你们家贵真了 我这吧 来提亲奶奶 三友啊 这个 这事我也听说了 可是俺家的情况 和你家不一样 你看那老五吧 他是你亲外甥 那贵真呢 是我儿媳妇 我当婆婆的 有些事不好多掺和 你这话说的 孩子的事 当老子不操心 谁操心 这心得操啊 三友啊 要说起这操心呢 你说我这心少操了吗 俺们家情况这么些年 你是最了解的吧 是 哎 当年哪 是没人把贵真啊 介绍给俺家高原的 正好俺家高原 那时候在部队当兵 当初我就叫二军去替他乡的情 结果没成想 二军一见到这桂枝就乡中了 这高原听说这事啊 就说啥不成这个情 其实呢 他是不想和他弟弟争 后来呀 我就一个人做主 让二军呢 娶了贵真 可是什么二军呢 没福气呀 哎呀过门没多长时间 就出神祸了 其实咱们老高原 是把那桂枝给坑了 这后来吧 高原从部队转业回来 一直到现在 也不结婚 这桂枝呢 也不改嫁 其实啊 我这当妈的心里都明白 他们俩心里是咋想的 我能不知道吗 哎呀 老姐姐呀 我明白了 今天 我来得冒失了 哎呀 哎呀我不敢来提这个亲哪 你说就把你和老哥之叔说 那 那谁看不懂啊 是不是 那谁也不敢 给给你们俩往一块搓搓呀 哎 说实在的呀 老葛大哥 对我那份好 我心里领 人家呀 年龄大了 身体不好 想找个伴 我都理解 可是我 我卖不出去这条腿呀 我就想啊 我不能给我的儿女 留下难心的事 哎呀 哎呀 老姐姐呀 你说你这一辈子敬畏儿女操心 从来也不想要自个儿 老姐姐呀 也不用犯仇 那觉得自己卖不出这一步去 那就不卖 对吧 就这岁数了 咋高兴咋过败 行了 咱就不说了 那我就回去了 哇快吃吧 那咱先去走啊 那咱们回去了 哎 三友 这东西你拿回去点 当兄弟得来看看老姐 带来东西还能拿回去啊 又是姐也吃不了 你拿回去吃吧 慢慢吃呗 你这 那我就回去了 好 那外边天黑 你慢走啊 行了 情况怎么样 来 喝点茶吧 我干泡的 警察 你真没有见 孙师兄弟出来 行凉已经派可靠的手下 在那儿监视了 孙师兄弟不在那边 这人大的不硬 雅儿啊 你这茶泡得太香了 胡说 这五块钱一包的茶 那香到哪儿去啊 你不懂 这喝的不是茶 这叫茶文化 再好的茶用手泡 也泡不出香味了 五块钱一斤的茶 用心泡 就能泡出这种香味来 这是用心泡的茶 太香了 用手和心 用手心泡的 没法跟你聊天 这是用手和心 泡出来值一百 谁啊 丫丽来了 老夏 爸 你怎么来了 爸 你这从哪儿来啊 没吃饭呢 爸 一二姨给你 做点吃的去 做饭你快去 一二姨 我不 爸 我累了 我来休息一下 去吧 这孩子今天这是怎么了 这是 是啊 可能遇上什么事了 你给他倒灰水 上户里面聊了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这次带他去啊 还挺值得 怎么回事啊 您别着急 您坐着 我慢慢跟你说 怎么了 阿姨 我这次带着兰兰去 她是伤心回来的 我估计 这次他们是成功了 彻底分手了 为什么呢 她怎么说的 一句话也不说 就是哭 哭 老夏 你别担心 注意身体啊 我 我没事 我什么事都没有 喝茶 我喝茶 行了行了 少喝点了啊 这临睡前喝茶喝多了不好 这茶正香的时候干吗不喝呀 挺好 她到底怎么了 要不给她妈打个电话问问呗 给她妈打电话 我不打 这点不想跟她妈说话 你进去陪陪她 我不能进去 女儿大了 我进去不方便 我相信我的女儿 她该说的时候 自然会跟我们说的 蓝蓝一定很伤心是吧 是啊 这一路上蓝蓝一直哭 哭得我心都难受 这样也好 总算断了 要不 蓝蓝现在是最需要你的时候 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可是阿姨 我们这么做 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 杨风啊 我知道你心里善良 可这不能怪你啊 是不是 是蓝蓝主动要求你 带她去的吗 话是这么说 早知道是这样 我当初就不该带她去 你错了 早知道这样 你早该带她去 这样的话 她跟孙昊然 早该有个了断 可现在 我这心里 既然伤害了我们 又伤害了我最好的朋友 我这心里边 杨风啊 孙昊然真的跟那个农村姑娘 这个 这开始的时候吧 我也不相信昊然是这样的人 可是人家村里人 都那么说 我 您想 无风不起浪的 如果真是这样 那我的决定就是对的 昊然呢 今天晚上就咱爷儿俩 你给叔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那你既然有了花花了 你说你城里那对象 咋还来找你呢 你这心里到底咋想的呀 叔 我跟花花说得很清楚了 我只把她当做妹妹来看她 那你既然把花花当妹妹 那你就不应该把她领出去啊 你领出去 你还在外边过了一宿 你跟谁这玩意儿解释不清楚啊 另外 你既然把她当妹妹 你就应该把这些事情 跟她说清楚了 你把你那个城里的女朋友 追回来 你这样花花才能对你端了念想 她才不能受到伤害 你说是不是这理啊 叔 我跟花花说得很清楚了 您说她是个好姑娘 我这事得慢慢来 我不能说透了 不能一下把她伤了呀 是吧 您可能不了解 也不太清楚了 我跟兰兰呢 我们俩上大学 就开始恋爱了 恋爱四年 而她妈呢 从开始就不同意我俩交往 上次兰兰来找我之后呢 她妈突然告诉我 如果我们俩再联系 再交往 她去我们家闹去 还要到村里边闹 我妈那么大年纪了 这么闹下去 他们身体哪受得了 再说了 要是来村里闹 我怕 怕给咱们村添麻烦 如果像您说的一样 我再把她追回来 我们俩再交往再联系 我俩再好了 她妈指不定要去我们家 来村里边 远出更大怒乱子来 这玩儿还挺复杂的 那那花花咋整个呢 那花花 叔 我跟你说掏青锅子的话 我心里边 只能装下一个人 就只有蓝了 我的天哪 都说这感情这玩儿说不清楚 还真说不清楚 行了 我又明白了 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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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给你的 你送我去干啥啊 上回我们送你一束花嘛 玩我就回去一想 那个就 那就不实的 你看这多实的 这个还能吃而立而花 对吧 老五 你坐会儿 咱俩老五 老五 其实咱俩吧 你放心 我肯定对你好 老五 咱俩 咱俩不可能 我 我是不想让吴城缠着我 所以 我才那么说的 对不起啊 咱俩真的不合适 我一直都把你当弟弟的 实在对不起啊 嗯 你 咱是一个湖里杀手呢 咋子呢 不是 这大白天好弄啥呀 这玩意儿 我连北上就不合适了 你熟悉啊 那今天我几日 来来来大伙儿 来 出来出来 来来 我说两句啊 那个咱定的这个厂房啊 基本上就这么定下来了 下一步呢 咱们把门窗卫生都打扫一下 特别是这个养殖区 和咱们的办公区 一定要严格地分开 好不好 好 那分头行动吧 听说你拿出来 好 快 快 完了你赶紧咱们打扫啊 好 老周啊 主人 这厂房不错呀 学来挺好 下一步呢 你抓一时间进中阻和右阻吧 好 我听主阵的 对了 老周啊 还有个事儿 那个二雷和小五 想到咱们这个鼠子厂来打京 你的意见咋样啊 那行 我听主阵的 那就这么定了 好好 来 老周啊 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说 你这个整天一口一个 我听主任的 我听主任的 是 我早就说过 我了解你 你不是排马屁的 不是 别人听的 不好听啊 是不是 行 我听主任的 不是 不是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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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改不了了 就这么地吧 你怎么听主任的 就是 你怎么听主任的 有啥事我跟她说 我也没什么事 我就是随便问问 昊然最近怎么样啊 她自从你们走了以后 心情不太好 老是在大棚里淡活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劝她 我想她可能和蓝蓝之间 有点什么误会吧 这些事反正别人也劝不了 那咋办呢 这事也不好说 我想如果他们长时间不见面 慢慢的就淡了吧 花花 最近夏兰没去看她吗 没有 是这样 那行 花花 我跟你说啊 你可要把握好机会 好让我太了解她 她可是个难得的好人 你啊 多劝劝她 我还现在呢 也就你能劝劝她吗 杨大哥 我知道 我都已经不在住场干了 这不一直在陪着她吗 我会好好照顾她的 你放心吧 行 花花 我相信 好人一定会有好报的 啊 哎 再见啊 哎 再见 来 来 好 哎 颜哥 你说 谁都指的猪这玩意儿啊 本身就买的 你说一天扫好几遍 是不是有点太勤了 老吴 一听你说这话 就充分证明了 我以前给你讲的那些 你根本没记住 行到了 记啥去了都啊 科学养猪 严格管理 管我卫生及时清理 这我都知道了 但我就说 这还是有点勤的 你这话不对 我给你俩讲啊 这个动物啊 它是有情绪的 良好的饲养环境 会有利于猪健康成长 那你该把我 不守着守着 有助于你快乐生量 这话也有道理 是吧 是啊 再说了 燕哥啊 人说啥咱就听啥 人要咋干就咋干 对 对不对 没那么多说道 咱得趁燕哥走之前 咱把这些事 全得学到手里 对 对吧 二雷啊 你说你说话比老五快 但是要记忆这些 养猪的要点 你能老五记得快 这玩意 怎么可能呢 不是 这快我感觉也 没啥用 没人稀罕着玩 你这话不对 这是技术 掌握好了 那是自己的本事 你说这点 你俩得跟那个 田花花和苏浩然学习 就上回我跟我们陈总 在宾馆跟他俩聊天 关于养猪的事 拿一聊聊一宿 一点亏意都没有 燕哥 我问一下 怎么是田花花和苏浩然 完了 你们一块顿 唠了一宿 对啊 上回我们在哈尔滨啊 不是唠一宿 后来那个花花困了 她自己就睡了 完了我和我们陈总 还有那个苏浩然 我们一起聊得天亮 老一宿 对啊 她一个人睡的 一个人睡的 清白的 谢谢你哥 清白的 她怎么的 可能是环境的问题 影响她有情绪了啊 就是环境的 你听着 其实是环境的 你真的还不让你 担心的 我看起来 你找他 你怎么还不让你 看起来 什么 你怎么还不让你 你怎么还不让我 你还不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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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 你说这猪瘟是臭的 这土怎么还有一股口味呢 这是为啥呀 为啥呀 我跟你说说啊 你看看 这农家肥发酵的时候啊 孙助理在里边加了点红糖 这样呢 发酵速度就会加强 还不会臭 还能改善这个营养均衡 还在这里边加了一些那个 有机化肥 对 这样咱种出来的菜啊 就会更好吃一点 你说种菜呀 种菜呀 你说你俩怎么是这些花样呢 我都搬得上去呢 咋算不上呢 我跟你说 咱是蔬菜种植啊 不同以往的种植 咱是叫科学种植 过两天 上面加一个防护网 这就可以防御外面的害处 中间呢 卷过一层蓝板 就会吸附棚里 残留下来的害处 咱这个蔬菜菜叶啊 肯定是光滑剔透的 过两天你就知道了 等着看吧 那这到时候再说吧 孙助理 我要问你个事 说 今天干完活了 还给不过我们发鱼了 发啥鱼 这都发你衣服了吗 这衣服有啥用啊 这衣服你 没用啊 没用 没用 你脱了 脱了 别闹脚了 你是老李 你还不如给我发点化肥呢 这样是得 给我这儿化肥吧 我衣服也不要有钱也不要 对吧 你拿一袋试试 你试试 你闹完呢 没关系 大伙儿 我跟大伙儿说说 把手里活都放下 停会儿 跟你们说说啊 从今天开始 咱就不发鱼了 发工钱 每人每天六十块钱 行不行啊 行 太行啦 一个月就是一千八呀 是不是 是 太好了 李大勇 见钱眼开吧你 这 对 孙助理马 让成为英爹 孙的孤节子了 给不给钱 到时候得干 到时候是不是 行 就是 行 行 行 可不好意思 你这啥不好意思的 找哪里心啊 找声啊你 找声啊你 别找声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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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的事儿 你们觉得这个 孙晓然跟天花 是不是特别有负极性 他俩可不像 他俩没像地方 他俩没有像地方 不像 不像 长得多像啊他俩啊 俩啊 俩是全是带人家传人家 俩人家 俩人那鼻梁全那么狗 多像呢 不像 不像 就即便是像你 也不能说你是夫妻像 多不好问题 不是 你听我跟你说 没有 他俩 天花花丧人 他俩真是一对 那绝对是天上 那就是一对地下 那绝对就是一双 我告诉你 胖子呀 可别乱点艳艳谱了 这一天哪 来 来 师傅 是 早在晚点 高兴啥了 这么着呢 慢慢说 慢慢说 高兴 师傅 咱这胖子好事啊 就是咱们银杰村 散播遥远的一个窗口 什么玩意散播遥远 是传播 不不不 也不是传播遥远 是传播好事的 就是传播好事的那个窗口 师傅 我有事求求你 帮我传播一下 你说咱是 花花 是清白的 怎样 她和她和孙浩然 根本就没有那事 是吧 那天她俩不进城了吗 这都知道啊 人家这个宾馆开的房 开的两个房间 然后孙浩然跟那个梁厂厂 人家闹了一首课 根本就没有那个事 行 行 你帮我散播一下 不是 帮我传播一下谣言 不是 那个传播一下 这个好消消消息 好不好啊 那啥我上那个花鼠场去了 我去找她们 我跟她们说一下啊 好啊 慢点 慢点 谁干什么呀 我就觉得 花儿不周然 根本不可能有那事 行了吧 爸 你刚才说你那天生一双 地生一对 只有你就说 没有那鬼事 你刚才谁说的 她说的 对呀 对呀 我谁也说你什么事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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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买买东西 不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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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怎么做的 还有毛病吗 不买东西 这儿怎么这叫你过来的 咋说生意的她 唉 轻一点啊 老周啊 唉 主任 你算一算 这批鼠子咱能挣多少钱 我算了 我倒点 差不多就一分点吧 是啊 这可太好了 唉 这鼠子胆也太小了 对不对 嗯 唉 你呀 跟工人们说说 进车间的时候 一定轻一点 有鼠子在产等着呢 你给我给她惊着 没事 主任 对 而嘚瑟他们 我已经培训完了 嗯 再说他们都有鼓奔 哈哈哈 老周 我早就说过 全村啊 就你能算 要不然你当会计 哈哈哈 哈哈哈 主任就你能夸我 哈哈哈 我那是夸你啊我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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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主任啊 嗯 嗯 那个 孙宝然现在是 也不管出场了 嗯 全是金凤一个人 难道还要见啥大帮 嗯 你看咱们俩是不是 应该还搞啥项目 啊 还搞项目啊 啊 不是 你啥意思啊 不是 我怕咱俩整过的呀 老周啊 我得批评你啊 我早就说过 谁整谁啊 咱都是村干部嘛 各干各的 咱把花鼠子厂 弄好就行了啊 那好 那我听主任吧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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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än 真懂 行了 那收拾收拾啊 收拾收拾 就准备回去吧 好好 走 好 好 来 阿 来这儿 快快快 别碎了 都哈 都洗了 洗了 我根本算事了 快起来 啥事啊 老周 是一个人睡的 糖분鸣了 arena 那天她不跟孙长然 下��이了吗 人家城里的宾馆 开的人两间房 也没睡一块 你看 我早就说过了 花花就不是那样孩子 对不对 走 就宣传一下 快 马莱呢 你说你这孩子 他不知道哪头情终去 你还在这儿干啥呀你 爸 你咋过来了呢 我怎么不能来呢 上班呢 上啥班上班啊 孙昊然和花花都清白了 人家没在一块啊 咱走吧 本来人家就没事 就你们一天在那儿瞎传 谁瞎传了呀 赶快走 快点收拾收拾 不在这儿 我去 你看你这孩子 马克尼咋来了呢 是 你这不是嘛 我信是那 你把昊然清白了 这也清白了 都是清白人你说 还在这儿上啥班啊 你看你这人 你当初说要给马莱 送了个锻炼 这给我刚给培养上手 你叫给我领走 你还踏着锻炼的也行呢 这几天 这孩子竟然都没快 没事了 我这都清白人 就别在这儿了 昊然大鹏里边太忙了 你过去帮帮他 我哪儿也不去 我就跟金凤婶儿干 你这孩子这么气人呢 你说 那 你的意思是 让他上大鹏去帮忙 是啊 那不缺人手呢 不是 你干啥 马莱 你先去昊然的帮帮他 等大鹏那边活都完了 你随时再回 你看你看你 你省得多理解人 赶快给我走吧 还瞅啥呢 去吧 快点 快点 快点走 走 都得渴着你 你可我还是不是 都村里的事啊 我还走呢 你可别晃得了 你这晃得我这直迷糊 你现在想起迷糊了 你当初干啥的 你马大山当初来的时候 你就在那儿装 你要是答应不过没这事了 那我哪知道 马大山整这一手了 这事整的呀 可把大鹏害苦了 你说我更没想到的是 那花花苏苏苏苏苏 还没啥事了 这下完了 马大山肯定不能消停 一定得折腾吧 他折腾 那大致知道啊 你不知道咋闹他呢 别说了 这事就怪你 你怪我有啥用啊 那我也没想到 事能发展成这样呢 你不是有主意吗 你再想一个 你行了 以后啊 我可不敢烂出主意了 你没主意了 你没主意了 我倒有个主意 啥主意 你也不能拼呢 没事 真可怜 皓然哪 这马兰哪 就想来帮着你啊 可拦都拦不住 谢了 马兰 不用谢 大牙还在这儿呢 知道不 有人证明你跟皓然哥的清白了 谁啊 猪场的技术员 对啊 当时他俩聊一宿呢 你说我这脑子咋把他给忘了 这就好了吧 马兰 你别在那儿跟花花在那儿 咱就会干农活啊 你帮着点皓然 你过来过来过来 能不能过来 你得告诉我那皓然怎么干 听没有 你俩得互相帮助 听没有 叔叔你别站这儿出去透透透吧 行 交给你了 你好好教教他 走吧 慢走啊 好嘞 你看 我说对了吧 那花花从小在咱身边长大 那还是懂事呢 不能看出那些事了 还是我说对吧 你说啥对呀 咋的 你这个人永远都是事后诸葛亮 那当初谁火急火燎的 谁呀 那会儿那阵势哪儿容得到我响啊 你说是不 可以原谅 我也知道啊 你是惦记着花花 你的 不过我得给你上一课 以后记住了 作为村主任的这个家属 做事情要稳稳当当的 得有大酱风度 妈 你别比划了 还酱油风度呢 那你当时听说那事 你不也急眼了 是不 你想想 孩子们好了 咱俩就都好了 可不 不光花花好了 这二雷 小五 不也挺好的吗 白天在猪场上班 晚上在花鼠子场打惊 没有时间搞那些乱七八糟的 这就算走上正道了 可不嘛 你看啊 等俩孩子做出点成绩来 给他俩一人娶一媳妇 这咱就放心了 师傅 你说这俩小子 能找啥样的媳妇呢 你说啥样的媳妇 能收拾住他俩呢 阿姨 都这么多天了 一点消息都没有 这可怎么办啊 来 来短信了 也是来老发的 好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有关机 关机 关机 爸爸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 就是你啊 爸爸没能给你留住一个完整的家 爸 爸 你说啥呢 我不怪你啊 爸爸你知道你是个好女孩 可是做人得有点责任心吧 我没有尽到一个当爸爸的责任 这是一种罪过呀 爸爸一直心里很内疚 既然生了你 没给你保住一个完整的家 爸爸有愧啊 爸 婚姻是两个人的事 怎么能怪你一个人呢 再说了 你跟妈的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你还提她干啥呀 兰兰 你妈是个女强人 对于工作 她就是个工作狂 但是她对于你的爱是真挚的 吓死你 你回来 我像是兰兰吗 不解怠惯 我赶紧一看 喂 哪位啊 袁强 我是若晴 我想问一下 兰兰在你那儿吗 兰兰 兰兰不是在你那儿吗 不是 是半个月前 兰兰离家出走了 我真的很着急 我们都找遍了 一直都没有找到 我想问一下她在你那儿吗 徐若晴 你是不是以为兰兰在我这儿啊 你怎么想的 这么多年了 你让她在我这儿住过吗 你同意她在我这儿住吗 我这个当爹子 不就是个白色吗 我这个当爸爸 尽那儿有点责任了吗 你让吧 我现在孩子丢了 你想起回来 你不不让我管 不让我问吗 你说你能照顾好咱吗你 我告诉你 你连女儿的心思 你都不了解 你是义故行 你肆意乱安排 你安排的时候 你考虑得让她高兴了吗 徐若晴 你就是个工作狂 在生活当中 你就喜欢控制别人 你就是个疯子 蓝蓝可是你亲生的女儿 你别再控制她了好不好 你这儿会毁了她的 知道吗 如果我的女儿 出点什么事 我跟你没完 我告诉你啊 以后的电话 不会再接她的 阿董 阿姨 怎么样了 蓝蓝没在她呢 这可怎么办 要不咱报警吧 不 不能吗 不能报警 蓝蓝只是想找一个 安静的地方休息一下 过几天她一定会回来 她不会扔下我不管的 那 杨风啊 你也辛苦一天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 那 那好 好吧阿姨 我再找一找 你放心 有消息 我会通知你们的 啊 我先回去了 蓝蓝 爸爸刚才跟你妈这么说话 你不怪爸爸吗 爸 我特别能理解 你现在的苦衷 哭有什么的 不会是爸没自己造的 在刚开始的时候 两个人可能都是对的 但是由于生活所迫 让两个人都变了 爸 其实我觉得吧 爱情跟家庭 是需要经营的 莫德蓝蓝长大 彻底长大 人生的路啊 很漫长 路口也很多 无论你选择了哪条路 只要你坚持不后悔 这就足够了 爸 你说得对 只要看准了 咱们就走下去 对 老板 不早了该睡觉了 睡觉去 啊 爸你也早点休息啊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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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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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完了呢 你不接我吧 我跟你说不接他定了 哪个妈妈说我孩子不着急呀 那你告诉他的 喂 远乔 我知道你对我有气 有气 我对你有什么气 咱俩一毛钱的关系没有 我跟你生着气 我没气 别这么说话好吗 远乔 我知道孩子丢了 你着急我也着急 我求求你 来家里一趟 我们商量商量 赶紧把孩子找回来吧 好吗 来家里一趟 我怎么听这么难受啊 我有家 对不起 我得睡觉了啊 干什么呀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怎么了 我变了是不是 我那是让他给逼的 他平时看着孩子 跟看着贼似 跟看着犯人似的 现在孩子丢了知道着急了 早干什么去了 三经半夜 让我上他那儿去 我去得着吗 我能去吗我 老夏 你知道来了那夏洛 你不着急 她能不着急吗 她是她妈呀 说什么都没有用 我不去 我又没让你现在就去 那我是什么时候去 老夏 没说是好不抱歉 你说咱俩都过了 这么多年了 我是啥人 你还不知道啊 我有那么小心眼吗 再说了 你是啥人我也知道啊 好了好了啊 明天早晨 赶紧过去一趟 跟他商量商量完了的事 就是为了孩子 咱也得过去啊 行 明儿事明儿得说 先睡觉 有空呢 我睡觉了 好 对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